大家好 这是 现在是 晚上的7点 7点半 右转然后左转 小布驰出来讲话了 小布驰冲出江湖了 在星期六时候发表谈话 他说 美国人民这时候应该共克时间 团结一致 我们是人不是棋子 这是 有很重的政治意涵呢 小布驰当年也是 民意支持度也挺高 是个在德州的牛仔 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他 老布驰在 北京当联络处 副处长的时候 小布什去北京 骑过自行车 所以这段经历 也是比较牛的 他是大家对他的好感度 还是比较大 美国现在是复工 一复工 然后就反弹了 反弹的数字比较高 现在是118万 死了6万8了 所以你说这个能不让人 每个人都心痛 加拿大 加拿大 也突破6万 60504 死亡的数字 还稍微强一些 稍微好一点 所以 不是那么多 不是那么严重 不算那么严重 确实是让人心痛啊 刚才下了一阵雨 下午的时候 五六点钟 下了阵雨 这个是个小房车 这一路都是这种停车 因为不是主道 一路都要停车让人 看来明天是要收垃圾了 明天星期一 要收垃圾了 这次在铁道边 铁路边 这小房子 你看小二层 白公司准备颁布 救援计划了 一个人发2000美元 发12个月 加州 黄金之州 有钱这个 还有层层加码 所以现在有些 那个 就是饭店的 准备5月1号开工这些 呃 就说员工不好请 原来老员工 拿着退休的 拿着 拿着这个救济的 他不愿意来上班了 这次情有可原呀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 还是新冠病情 还是这么严重啊 特别是 特别在 然后左转 加利福尼亚 纽约是重灾区 加利福尼亚 现在是 像警察呀 医护人员呀 都有确诊 而且 而且 像超市 连锁超市 阿子头的 开的头 21个确诊 所以4月份去那个超市的 人都在在家自我隔离 所以 所以有的人 就昨天 听他们聊天 有的人就说 哎呀 今年就算了 明年吧 明年攒住劲 赚点钱吧 明年攒住劲 赚点钱吧 今年就黄了 你看现在才5月3号 到12月底还有 现在朋友 现在朋友 就是5月份到期那个店 他是上个也是烧心的 现在上火呀 不去吧 以后没生意做 去吧 去三年 起码接下来7个月的房租付着 再付2万多 也是压力非常大 现在是当老板不容易 收房租的当房东的也不容易 当房东的也不容易 当房东的是担务 担心这个4月份收不上来房租 因为3000万 下来是有那个就是模型在说 就是下一批还会有倒 会倒一批企业扛不住了 所以美国这一次是非常难的复工吧 然后会疫情会更严重 不复工吧 大家没饭吃 没饭吃要闹 所以这次难了 谢谢收看订阅是对我最大支持 拜拜